ерь受到魔力可奉 我們再來 我們講到的話 我們比較常見的就是 貝母的系統 就是 我們貝母OA的系統就不用講了 大家都是很熟的 大家特別講的是 Open G的系統 Open G的系統 Tries 2019 它就是 revenue 帶下去 其實OpenG是比較合邏輯啦 只是我們現在的訓練是反過來的 但那個 這邊沒有那個 少開一個洞 這是反而說現在比較看得到是OpenG的 其他的大概都掛了 都已經不見了 只留一個OpenG的這個系統 其他都消失了 然後再比較特別的說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大音孔的設計 我剛剛有提過的 就Rudson的系統 然後 然後 這系統 對還有另外就是說 除了英國以外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德國系統 它有發展 然後另外就是到 20世紀以後 就是比較特殊的加減而已 那特殊加減 我們下次找一集再來講 我想問一下 就是 我們剛剛在說的是 身體的開孔的開度 那他們有 大小 對對對 那個孔的大小 他們有試過開到多大嗎 我問的好 一般大概 你跟孔徑差不多的時候 就是極限了 哦 跟那個 他的身體 身體管徑差不多 就是極限 對差不多是極限了 但是那樣子的話 會變成說 第一個 你管身的那個 那個我們講肉厚強度不夠了 你本身就很危險了 是啊 哦 再來就是說 我們就像剛剛講的 哦 我們今天多開一個洞 跟少一個洞 在居的地方就有影響了 那你如果這洞在開大 你的管體的震動地方更小 可聲會更薄一點 哦 強度也不夠了 所以 它那個開度 因為我這支樂器 從這樣看起來 是 這個開度也不太一樣 它是故意的 還是說沒有 它是不是還沒維修 這個 這支還沒整理 哦 這還沒整理 哈哈哈 因為這支是 我也發明一個 發現一個新的世界 是啦 開度不一樣 是 它的每個開度都不一樣 因為它還沒調整 因為這皮墊是 一百多年的皮墊了 哦 可以用這麼久 對啊 如果說沒有修壞的話 破皮 然後 我們談到系統以外 大家再講說 我們現在大概在 八底那些特別設計 八底的話 我們大概比較常看的 正常按鍵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說 有時候會加一些特殊鍵 我們今天也也 我看了一個這個 就要賣特別的 嗯 這個鍵 這個就是生F鍵 這個 在貝姆系統是不會出現 就是在 在那個 O11時程還會有 就是我們按 咪的時候 打開就被F 多開這個鍵 那 以O11時程 打開就變成生F了 所以它必須是 咪 然後開這個 你開得動 但是它放在 放在就生F了 所以 這個是在 A鍵系統 O11時程才會出現這個 Low F鍵 對 那我們講到 八底 那 它的每一個 身體的 粗細度 會 也有影響嗎 如果說以貝姆的設計 以C調底 以四四銀來講 它最理想的是說 管子的內徑是19.0mm 19.0mm 內徑 內徑 那外徑的話會根據你材料的 厚薄不一樣 加出來 那因為我們空氣是跑裡面 所以 以內為準 以內為準 氣速在裡面跑 所以你音準就不會受影響 然後 但是你的肉厚就會 看你的材料震動的大小 會決定你音色的厚薄 然後 還有問題嗎 因為我這樣子看 這個尾管的部分 的這個孔 是 這個真的還蠻小的 因為它是錐形的 它是錐形的 這是錐形的 其他都是圓柱的 其他都是圓柱的 對 然後你如果眼睛夠好 會發現 這一格會小一點點 可是它整個都是比較短嘛 它本來就是 理論上我剛剛是講 縮小版的短 影C 然後以440來講 但是這是440 但是影D 所以再縮小一點點 音快就會高一點 比較高一點 影響長會縮小 那縮小的 造成會造成 發音會比C調的 會突出一點點 所以你在合作上 它才不會被蓋掉 也就是在樂場合作上 它就有它獨立的聲音 我突然想到 如果那這個放在場裡合作 會不會好一點 會 因為場裡合作 很多人聲音 就是一堆常滴 所以如果你是Solo人 其實聲音會被蓋掉 也是 因為事實上在以前的 常滴團裡面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調性樂器 裡面有降E降A F 這是影D 降D影C 所以是Bass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 可能大家沒有留意 我長期的留意 不同滴子調性的內心不一樣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常滴是以吊樂器 如果說在常滴樂團裡面 是可以用 以常滴團裡面 可以用 但是他們Pitch 都是440的 一樣的Pitch 然後不同的調性 是常常內心會做縮小 我們下次應該煮一個 古董常滴和臭圖 在這裡示範一下 真的不同音色吹出來的 有機會啊 你的效果是怎樣 那那個是很精彩 因為透過這樣的不同 因為我有試過 當你的內境改了以後 你兩隻笛子一起吹 吹通的時候 事實上不會被死掉 你做一樣的笛子 其實會有點囂張 可是這樣會兩個放映同時存在 很清楚 所以有沒有記得說 我們在軍樂隊裡面 其實需要一直降低調的短滴 跟我們一般西調聽起來就不一樣 降低調會更亮一點點 更容易出來 一方面祭譜的話 它會只好簡單 是這個原因的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討論常滴團的時候 大家忽略就是內境 第一次的內境的問題 那會影響到發音的結構 嗯 那剛剛其實講到身體啊 就是說除了 不同的 就是系統嘛 然後過來就是它的 圓洞洞的大小 音口大小 那每一個按鍵的位置 有差異嗎 就是有不同設計的 一般這個我們講 貝姆為什麼這麼偉大 是因為它當時設計的時候 以它的想法就是說 它想要把以前的這種 追行管的底子的 我們講雜七雜八也好 就很亂的一個字 它想統一是不是 統一 包括希望把音準能夠定下來 用科學的方式 那科學方式就是說 為什麼它把身體做直的 因為我們講直的東西 它的表現是在物體上是線性的 可是你追行管的話 它會因為追度不一樣 你的長度要做改變 可是一旦它把身體做平了以後 我們可以一個 一個線性的方法 等比 對等比去做它 等比如果做對的話 依據到它的公式 事實上我們音準要提依了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來做個檢驗 那我們講 在這次人家講一下說 在我們在身管上 一般看到一些特殊的設計 我們第一個來講的叫crush 大家哪一場有沒有覺得 有時候拿起來不舒服 嗯 這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哈哈 好像在第一場底 比較會看到這樣的一個 像一個抑制 感覺在把順有看到 對 哇 它剛好耶 剛剛好啊 就剛好在無口位置 嗯 然後手指就會 比較舒服一點 伸展出來 對啊 這可能 為了那個目的 瘦身的狀況 對對對 因為我們回到時代上去看 因為最早那個年代 人家拿的大部分是拿木頭底 嗯 木頭底因為它有個厚度 所以我們從內徑出來以後 因為加了厚度 我們手拿的寬度會比較舒服 舒服 可是 在當代如果說 金屬底剛出來的話 很明顯的 比較細 細很多 對 抗議抗議 抗議 你還是沒辦法 對啊 太寬了是不是 你的虎口比較小是不是 對 那個 手腳 比較小的 因為這一隻不是 那你去摧第一好了 因為這一隻不是為你定做的 哈哈哈哈 所以 以前的長笛都是定做的 然後會依照我們的 手指的 位置 所以這隻還要在另外一個長度 對 其實也蠻簡單 就是說 他們在那邊的時候就是 那隻慢眼座 然後 你舒服又把它鋸掉在公牙就好了 就是客製化的 客製化 嗯 嗯 老師試試 這個嗎 對 對 對我來講有點遠 對 我也算手小 對 因為這是德國老的 這是德國老的 歐洲的男生 手都很大 歐洲的手很大 這是Krush 就是說他幫助我們在過渡的時候 那現在大部分都用在 輔助在拿歐頭和貝斯的力量 可是 以現在來講我反而覺得歐頭和貝斯 反而不需要這麼大 因為他本來就胖啊 本來就胖了 對啊 他本來就比較大的 反而是防滑的 我反而 防滑 我其實就被舌頭 把那個拔掉 因為我覺得夠大問題 是 不然就太開了對不對 可是他不是有一個可以酸進去那個 是是是 每次卡在這裡會有點痛 就把它拔掉 對啊 那個以前人是用鯊魚皮 墊一下就好了 鯊魚皮 一定要鯊魚 因為鯊魚皮 他本身我們叫鯊魚 他的表面像砂石一樣會防滑 那以前人真的都是用鯊魚啊 因為最簡單 鯊魚皮貼一下就好了 然後 我們再來講到說 像我們講一般來講就是三結式的 然後他的特殊設計就是 做one piece的設計 就可以 就可以少掉尾巴的這個 這個結構斷層 那另外我們也順便提到說 其實 這樣斷層可以幫助我們在 生地這個陰孔可以比較正確的位置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為了顧及 顧及這個陰孔的位置 所以這裡 他要留的比較遠一點點 距離要遠一點點 所以一般我們正常的離子 這個地方如果沒有特別處理 這個因為偏低 降低會偏低 但是他one piece 都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步跡 他可以直接開了 不用考慮接頭 那這另外一個做法就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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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那個 把它做到裡面的 他意思說 把我們尾巴加長 讓它接著距離比較長 一方面比較穩固 一方面他因為夠長了 他可以兼顧這個距離的 他都可以 但是開這個動作 因為要配合這個 這個陰 可是這樣子其實它變成不能條 你一定要對得很準 你對不準就有點麻煩 你不能內外條 它有大一點點 它有大一點點 所以有一個尺寸 有一個微調的 有一個微調的 真的 因為它陰孔事實上比較大 比這個還大 比這個開口還要大 還要大 所以它最主要應該是 把它拉長之後 斜接上 所以它裡面有必要 一定要把它做 就是剛好那麼小 但它稍微開一點 可是你也不能弄到 你打開按下去的時候 欸怎麼突一變半孔 可以遮到 基本上 它的陰孔的大小 是由這個決定的 並不是由下面這個 所以下面可以開大一點 事實上陰孔的氣流 由這個限制住的 那你必須比它大 對它比它大 比較大你就可以調 稍微調一下你的角度 小指的位置可以調 對你的角度 這是一個比較 我覺得還不錯的 對啊這個還不錯 這個現代人可不可以學一下 可以學 換你拿去 因為這個專利早就過期了 那它其實在圍館那種不錯 它也就是這種滑的 這個好像都標配的感覺 這個很順欸 它是這個滑的 Roder它叫Roder Roder非常順 這是塑膠 塑膠 橡膠 你說這是橡膠 黑色滾輪 這支是不鏽鋼 我記得是不是 不是 這支是銅的 銅笛 它是銅的在杜宇嗎 銅杜宇 銅杜宇 對 當代這個Maker比較特別 它是專門做這種笛子的 然後這是他們開始轉過來做木頭 做最靈 背母笛 背母笛 然後 再來我們再談到就是說 剛剛老師講的 就說 陰孔的距離 跟陰準有絕對的關係 這大家可以了解嗎 嗯 那我們怎麼檢查呢 有沒有想過 檢查 對 檢查就是說我們從最早的這種笛子開始 那時候沒有調音器 所以他們根據就是說 耳朵聽 耳朵聽怎麼聽 我們自然翻音的話 全鈣的話 是一個 然後第一個 第四八度 再上去是五度 對五度 那我們如果說 能夠這裡吹 吹兩個超吹 就是收了嘛 嗯 那就是往上找五度 嗯 那在 就是以前離子 所以以前離子的孔 也是這樣定出來了 用吹 那以背母笛來講的話 那就比較特殊一點了 我們這樣 瑞的話 就是上去五度是拉了 所以我們吹 瑞 瑞 然後上八度瑞 然後再上去拉 那你就放開拉 看準不準 嗯 這就是可以決定說 我們就不要管調音器 不要管什麼 就它自己的設計上 它當時設計是對不對 你就是說用吹泛音來確認它有沒有準 是的 就以物理上來決定它 如果它準的話 它就應該是照著泛音序這樣去跑它的音 是的 這樣表示說它的物理上的振動是最漂亮的 它可以到最大 然後音主上也一定會是對的 哦 OK 我們請老師幫我試下 好 所以現在用泛音 對我們就來測試看 一般正常的泛音會是怎麼樣 好 那我就用 剛剛是什麼 這是德國 是這一支還是這一支 兩支都很準 兩支都很準 你可以先試試 這支嗎 對 好就是用Rae 然後變成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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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不用練耶 那是功力強吧 没有耶,可以换笛子了 因为它其实其实蛮顺的 因为我们自己平常在练翻音的时候 其实会去说我们要把它调顺啊 我们的理论就是我要把它调得很顺啊 可是这个感觉就没有办法练 因为它就不用调 它是蛮直觉的 这两支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 不一样 不同厂家,但是同一厂都不 我现在会一样准 现在这是真心话,就是大冒险 你会不会准这样 他刚刚有动到 动了一点点 都是顺的耶,我不用去这样子去想它 稍微有点不一样 刚刚那一支比较准 很神奇耶 一般来讲就是说 而且它没有那么虚 一般来讲它是要 要右手键的话 会比左手更丰满一点 所以有时候透过五度音练习 我们是可以 用右手这个音来矫正 左手音的翻音 可以让它更饱满一点点 用右手来矫正 那这个呢 这个系统会不一样吗 英国这个就很准的 英国这个就很准 所以你比刚刚的德国有信心 更准 更准 这个不准我们没乐器出来 这个不太容易 这个不太容易 这个真的很准 真的耶 好像只有音色有改变 没有没有没有 就对 而且它声音都是实的 说真的 因为我们在电翻译有的时候 就会有虚实 虚实 很明显的虚实 它好像没有这个问题耶 那这个 这个是塑胶吗 有一个塑胶 这个是塑胶 你用这支好了 这支也是塑胶吗 这支也是塑胶 这是比较孔 比较大的 大孔的 Rustro的 有感觉它的孔色比较大 有耶 就觉得比较 亮 真的比较大杠 对啊 而且如果音孔大的话 它的音色会更确定 它没有让你一个模糊空间 对 为什么就翻译感觉就是 已经没有那种故弄曲 的感觉 有时候吹翻译也是为了那种朦胧感 它蛮扎实的耶 就直接的 我再换个材料 这是什么 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 王皮实的 王皮实的 理论上它这个降低的音质 会更准一点 跟那个 降低会更准一点 这个都非常准 这个都非常准 降低会更准一点 对 我们好像应该拿一支 现代的场地来试 再对付一下 但是要把那些 你们各位 大家自己 回家 回家 对 对 对 就是说分享大家说 我们在以前 我在玩乐器的时候 怎么对音准的 这算是比较客观 而且很科学的方式 你是说你去 想要购买这些乐器的时候 你是用对音准的 对 或者说 现在我在买这种乐器 我已经不怀疑了 就是回来 就是确定说音准 对不对 可是像你在买的话 应该通常先去 比如说先去网路 没有办法 因为一般没有办法 接触到尸体嘛 对不对 对对对 都是从网路嘛 那你会叫我 譬如说 你吹范音给我听这样吗 不会不会 因为如果说 你对他够了解 以这个 对他有信任的 就对了 那我反而 比较重视说 有没有被修过 如果说他没被修过 然后看到状况 是Original 那没问题 品质保证 对对 我们就回来自己整理就好 那意思就是说 我刚刚有试 大概有三种 那意思是说 他英孔的那个距离 是 他们算是一样的 每一个厂家会有点不一样 那这不一样 会取决于说 那个厂家 在设计音孔的时候 他也没有什么想法 像 德国式的这一把 我相信 他会比较偏向于 木头的调音 所以在音孔设计上 他会做一点点的 校正一点点 但是我相信 不会差太多的 那个直音色的差别 可是那个音准就不一样 对 但是他的设计上 如果说你 他的音色校正 但是音准会差一点点 我们人的耳朵 毕竟你不会只听音准不听音色的 音色还设到音准会微一点 是 那他有时候是因为 他的吹口孔 或者他的位置 做微调了 所以他会差一点点 但是这个你如果回去吹他的这个 A key 也许你就可以知道 原来他这里是为了调整 跟他自己的笔子做一个连接 就是说一个乐剧场 他的历史在做的时候 其实他有一点点的连接 情绪渐进 情绪渐进的 跟他的 对他的想法 这是他们的发展的历史 那路透靠比较特别说 他是从这种A key 开始做的 所以他做一做声音的坚持 是非常坚持 对音准的坚持也是 非常非常坚持 真的非常准 非常准啊 对他听起来没有 那个转换上面的 有太大的gap 就是很顺 而且甚至他买了备母专利以后 又自己创了这么多的专利 音准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准 所以可以肯定他是会设计的 这个是老板很坚持 他是一人公司 所以对这老板很坚持 大家都要这样做 他继续 那那个设计师 总是会希望设计不一样的东西吗 是 那为什么没有正方形的音孔 他们有做啊 有正方形的音孔 有三角形的音孔吗 没有没有三角形的 正方形 我有看过正方形 有没有椭圆形的音孔 就是在音孔设计上面 箭是方形 可是孔也是方形 方的 真的喔 可是很不好追 然后吹过孔原是方的 喔喔喔 那个想法是什么 对的想法是什么 设计师啊 因为我本来以为 他是从这里来 因为他也是正方形的 里面是圆孔 是他要防鼓 所以他就都用那个正方形 其实蛮漂亮 看起来感觉是觉得是好玩 嗯 我觉得很漂亮 我觉得蛮漂亮 但是我觉得想要那么多个角 对啊 那实在是太 太复杂了 老实讲 那个乐器我没有追过 也还没纏透成功 没有纏透成功 因为这个是假的嘛 这个是方的 可是你打开里面是圆的啊 对对对对 我以为他是从这个idea来的 方形的 不晓得 只是大家看到就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真的是方的孔 对对对 可是方的话 他就是会有反射折射角 他就非常非常复杂 对啊 他就会距离不一样啊 我在想那个真的直爪 因为我四岁过 真的真的不好追 理论上 因为他的四个角 我们讲空气的流通上 圆孔是最顺的 四个角 他有个gap跟饶流 对 事实上那个是对于 空气队友是比较不一样的 不比学长来讲 那感觉他比较像在练激励 哈哈 所以因为太 太需要去撑了嘛 会不会是这样 可是我看过他就是 方形的对不对 啊比如说他都是方形 然后上面又开圆洞 你有沒有看过 我好像有看到 对就是他 孔是方形的 然后可是 按键也是方形的 可是按 就像我们open 会有open 中间又开圆洞 对对对对 就像我们法 所谓的法式笛子一样嘛 对对对 那就很奇怪了 对啊 那应该就是纯粹实验式啊 实验性啊 或是做个 对 有趣的做法 这样子 嗯 那我想要开星星行窗 哈哈哈 你可以试试看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订做可以订做 那应该是很好工的吧 哈哈哈 请问你要 星星是要五个星星还是 五星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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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枫叶也不错啊 哈哈哈 也是也是 他一个枝干出来 接枫叶也这样 是刚刚 哈哈哈 很不错耶 欸 有一个那个漂亮的场景 他就是做一个树叶形状的场景 润的 美国的 对 对 树叶形状的 对很漂亮 他的枝条都用 他的那个用枝条 用树叶枝 对对对对 他整支场景很漂亮 但是他的孔还是圆的 孔那个都不动 应该是 对对对 可是他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对对对 哇设计师大家上身了 对对对 哈哈哈 所以其实 呃身体的设计的 跟结构上面 各方面其实都息息相关 那呃 我们是不是可以 呃 稍微预告一下 我们下一次 再来要探讨的话题 有些什么呢 呃 以下次大家想 上次刚刚有提到一些比较特殊的 特殊的案件 特殊的案件 对不对 所以在 那个算是什么 二十 二十世纪吗 开始的 开始有些新的案件 加的案件 对 要加钱的那种 对 有有有 好 所以我们下次就把那个 比较特殊的加件 跟大家介绍 我把它找出来 哦 OK 那我们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一起 古董长笛读书会 谢谢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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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